大家好,我是Chucha,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據Football Transfers的消息 曼城關注利華古信中場麥斑巴,並將他視為諾迪克蘭迪斯的未來接班人 據悉,哥迪奧拉第一次注意到麥斑巴就是兩年前球員效力在布魯日時期 當時他們與曼城在歐股聯排小組賽當中 麥斑巴加上利華古信以來只是為球隊出場三次 他在上季最後一場得甲聯賽完成首場比賽 今季就是兩次後被登場 麥斑巴很喜歡中場拖後位置拿球 並且拿球推進去到進攻三區 他通常作為防線生前的屏障,同時也會參與進攻 這個風格好似諾迪克蘭迪斯在哥迪奧拉揮下的角色 而麥斑巴目前的合同就是在2028年到期 意味著如果球隊嘗試簽他,利華古信可能要喊高價 就算還未在利華古信坐穩主力位置 但麥斑巴已經是哥迪奧拉的關注範圍之內了 喜歡這條片的話,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,BYE BYE